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他还有诸如煎炒 煲汤锅 报警器等各种说法 它就是今天的主角 西汉寿面文提形三足青铜胶斗 关于胶斗的功能 考古学界至今仍莫中一事 雅安博物馆所藏的这件胶斗 1985年出土于庐山县人家乡 今卢阳街道玻璃厂 为青铜材质 斗身上口外径16.7厘米 内径14.3厘米 身6厘米 通高10.9厘米 盆形 腹部有四道凸旋纹 底沿有宽0.5厘米的凸纹一周 独角龙形曲柄 瘦面纹提形三足 内壁饼根下有一直径7厘米的椭圆状斑痕 喜修补之痕迹 胶斗 温气 始建于西汉时期 目前 考古发现的百余建胶斗 多出土于墓葬和窖藏中 多为青铜材质 少建铁 陶制 在《急救篇》等汉代文献中有记载 焦 焦斗 温气也 有学者认为 焦斗是焦壶或河等成酒器演变而来 焦斗则是温酒器 如江苏盐城三阳敦一号西汉晚期木的铜焦斗 出土时还放在铁炉上 又有学者指出 焦斗 肤浅 口径大 热酒易挥发 所以不可能是温酒器 而是雕斗变化而来 所谓雕斗 纸柄 平底 浅腹 长鱼腹 增等吹具一块出土 而焦斗驱饼有三足 并不是一番炒 且长伴随中 碗 勺等饮食品出土 所以焦斗可能是温 煲汤之类的锅具 司马迁史记李将军传集节引文 有以同坐焦气 寿衣斗 昼吹饭时 夜机迟行 名曰刁斗的记载 蒙顶山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开始种茶 饮用历史悠久 在四川地区出土的汉化巷中 也有不少饮茶的场景 多使用耳杯 鱼等饮器 这件焦斗出土于亚安庐山县 所以有学者指出 这件焦斗或与亚安茶文化有着一定的关系 从其形势上看 作为温气使用时 或许比温酒更适宜烹煮茶品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